香港首次發現古代超級火山 上一次爆發是1億4千萬年前 是首個在華南東部發現的古代超級火山 香港政府說 這個發現對於研究香港的地貌意義重大 這個命名為梁船灣超級火山的古代超級火山 星期四首次由香港政府開放給媒體參觀 火山向東傾斜約30度 較上部分由梁船灣伸展至果州群島 覆蓋西貢東部大部分地方 較深層部分由西貢深延至九龍及香港島 此之 這種規模的火山爆發 是自人類有記錄的歷史以來從未發生過 發現火山的香港土木拓展所說 這次發現對香港地貌研究意義重大 我們除了發現了那些火山岩之外 其實還發現了它的源頭 我們說岩漿的源頭 就是我們現在在香港島北面和九龍半島 發現的一些花崗岩 其實是它的源頭的 除此之外還發現了那些岩漿 它的噴發的通道 他們相信 類似的古代超級火山還會陸續被發現 雖然這個火山變成死火山 但一億四千萬年前最後一次爆發 噴出的火山物質估計超過1.3萬億立方米 火山灰足以覆蓋整個香港 果州群島爆發出的火山灰 形成奇特的石柱 最高可達30米 池徑長達18公里 這些都是香港地質公園的奇特景象 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遊人前來參觀 新唐人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 尖詞人記者梁珍在香港 看電視節目